奉主耶穌聖名來講道 那願神的平安歸於所有在多倫多教會的弟兄姊妹們 感謝神我們有機會繼續地來一同學習尤大叔的一些教訓 那昨天我們講到了尤大叔的第一章 那在一章一節的後半部分講到了主耶穌基督在我們身上以及在祂的教會上所做的一些工作 那在這裡提醒我們,我們是被神所招的 那我們蒙神所招的恩典實在是大的 那不僅如此,在我的聖經版本裡面也提到了我們是被父神所成聖的 那或者在中文聖經裡面講到我們是蒙父神所愛的 那我們也知道在我們被神所招之後,我們是被主耶穌基督所保守的人 那我們知道撒旦不會輕易地放手,他會想盡一切的辦法來攻擊我們這些相信主耶穌基督的人 那這就是為什麼對於我們的信仰而言,要能夠在主耶穌基督裡保守自己是最重要的 那我想再給大家一個或者兩個例子來看,如何我們能夠在耶穌基督裡保守自己 那我們要能夠理解並且明白神有那大能來保守我們 但是祂的保守是有條件的,是在乎我們願不願意遵守祂的旨意 那我們來看一個例子,我們來翻到詩篇 我們看看詩篇第91篇 詩篇第91篇 那在這裡告訴我們如何能夠得到來自於神的保護 那我們在這裡可以讀幾節來看神怎樣保守祂所拣選的人 我們來讀第4節 他必用自己的領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 第5節 第5節 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骸或是白日飛的劍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五間滅人的毒病 那我們就要來問一個問題 神為什麼這樣來保護這個作詩的人呢 那當然神保護他並且看顧他肯定是有神的原因的 那我們其實在本章裡面就可以找到答案 我們可以讀第1節和第9節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陰下 第9節 你覺得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 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 那我們在這裡看到作詩的人與神有非常親近的關係 那如果一個人想要被神保護的話 要能夠與神有一個非常親近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我想我們經常都會把這個故事來告訴我們的小孩子們 那一個母雞有許多的小雞 那如果這個小雞都常常聚集在母雞周圍的話 他們就可以看到這些小雞就可以蒙這些母雞的翅膀所保護 那如果出於什麼樣的原因 他們離母雞非常遠的話 那他們就有可能會被老鷹所捉 那我想我們常常都聽到了這個故事 也聽了很多次 那這就和我們與神的關係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與我們的天父時常有親密的關係 他不論教導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都要能夠遵行 那人的罪性就是我們常常想要反抗 那我們常常會覺得自己的主義自己的方法往往比神的要好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常會失去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學習來親近我們的天父 那在這裡寫到了詩篇的這個作者住在至高者隱秘處的住在全能者的陰下 那他就完全地蒙他所保護 那根據新約聖經上所記載的我們這些從神生的人 我們是在基督耶穌裡 那對於那些我們在主耶穌基督裡的我們必不犯罪 那當我們這樣子做的時候 撒旦就無法觸碰我們 他也並沒有任何的權利來接近我們 因為我們是從神生的並且我們與神親近 那這就是我們如何能夠蒙我們的主耶穌所保守 第二個原因就在詩篇第91篇的第14節 那我想我們在第9節以及第14節都可以看到這個詞 第14節 因為祂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祂 因為祂知道我的名,我要把它安置在高處 那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神沒有理由不保護這個作詩的人 因為這個作詩的人是專心愛神的 從一開始從摩西的律法我們就知道我們要用我們的全心全意來愛我們的神 那我們怎麼用自己全部的自己來愛神呢 那就是要行祂的誓命,這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簡單 那神的誓命是不可以妥協的 我們要盡我們最大所能的來守祂的誓命 那如果我們這樣行的話,我們就能夠發現神會保護我們 我們也不會輕易地被其他人所帶偏 那根據猶大叔的這個前後文 那就告訴我們如何在這個假道裡面前來保護,來保守 那如果我們來看真耶穌教會的歷史的話 那我們的教會也遭受過許多異端的攻擊 但是我們卻發現我們的很多弟兄姊妹都得到了保守 如果你看這些弟兄姊妹的話,他們不是有很高的學識 他們可能不是周圍最聰明的人 那神為何保守他們呢? 如果你看他們每日的生活的話 那你就可能看到他們是真心實意地將自己的全部獻上來侍奉神 在他的教會裡 他們也真正地跟隨神 那哪怕是在教會裡面有一些這樣子的異端來攻擊 神還是保守了他們 那神也幫助他們尋找出路 讓他們不受這些東西的迷惑 那如果我們想要抵擋異端的話 那我們如何地過我們每日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需要全心全意地愛神 不論他所說的是什麼 我們要盡我們所能地去行 那我總是相信這一點 在真耶穌教會裡面有兩種律法 我們是必須要按著去做的 那第一個就是十戒 十戒一定要持守 因為十戒與我們的得救相關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十大基本信仰 因為這就奠定了教會的基礎 它是我們信仰的基礎 那所以我們如果能夠持守這個基本的信仰的話 我們就發現我們永遠都沒有辦法被動搖 那在迷惑的環境之下的時候 神就會給我們知識來讓我們辨別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因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是真心愛神的 因為我們不僅守他的十戒 我們還是按照我們教會的十大基本信仰 來繼續地來走我們的人生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我們來翻到羅馬書 羅馬書的第八章 從31節開始講到神對於我們的愛是永遠不改變的 因爲我們被神所拣選的沒有人可以來控告我們 那因爲神稱我們為義所以沒有人可以抵擋我們 那對於我們這些蒙神所屬的沒有人可以來指告我們 那我想在弟兄姊妹遇到困難的時刻或者我們自己有困難的時刻都會用這一段聖經的經節來勉勵他們 那我們怎麼樣才知道我們自己永遠都沒有辦法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但是從現實的狀況來看我們確實看到有信徒離開教會 那我們怎麼樣能夠和主耶穌的愛隔離並且在祂的愛裡蒙保守呢 那我們來讀第一節再讀最後一節 那這就像一個框架 我們來讀第一節 那第八章第一節寫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 最後 中文好像把第二部分來省略了 那對於那些在主耶穌基督裏的就不被定罪是什麼意思呢 但是在我的聖經版本裏面就告訴了我們原因是他們那些不按著肉體去活而是因著聖靈而活的人 那我們知道昨天所講的情慾與聖靈相爭 那聖靈也與情慾相爭 那所以如果我們想要保守在主耶穌基督裏的話 我們就要能夠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 那在加拉太書告訴我們一系列如果一個人按著肉體而活會行什麼樣的事 那在這裡講到了仇恨、競爭、激恨、惱怒等一些事情 但是保羅也在加拉太書提到了另外一件事 我們來讀加拉太書的第五章 我們來讀二十節的最後一個部分就是異端 那我們在這裡其實看到異端是那些按著肉體去行的人會做出來的事情 所以一個人如果是傳異端的話就是一個按著情慾而行而不是按著聖靈去行事的人 那因為他沒有辦法使自己順服於兩個我剛剛所提到的律法之下 那因為這兩組律法是聖靈所啟示教會的 沒有人可以反駁這其中的任何一項 那如果我們在主耶穌基督裡不被定罪的話 意思就是我們按著聖靈去行 那我們也來讀最後一節 8章的第39節 羅馬書8章39節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那也就是說如果我不在主耶穌基督裡面的話 我都不配來提這些事情 因為我會被定罪 那或者換而言之 如果我常常是按著情慾 肉體去行的話 那非常顯然的我就與基督的愛所隔絕了 那這一節就對我而言就沒有用了 因為我不按著聖靈去行 所以我不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裡 那所以為了要神的愛能夠保守我們 我們就要按著聖靈去行事 所以如果我們來看猶大書的話 為什麼有人傳另外一個福音呢 因為他們被自己的肉體所勝過 那這就成了撒旦在他們心中可以做工的一個落腳點 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堅信在我們的真耶穌教會裡面 我們第一個要學習的事就是要能夠順服神 那來簡單的跟大家說一下以西結書的聖殿的這樣構造 那我們知道以西結在意象中被帶領去看了聖殿的這個外觀 那從東到北 從南到西再到了內院 那我們知道東邊是人的臉 北邊是牛毒的臉 然後南邊是獅子的臉 西邊是鷹的臉 那為什麼神把以西結往北帶呢 那就是告訴他他首先要如牛毒一般 那我們知道我們領受救恩 救恩是從東邊發出的 那當我們進入了神的殿之後 那當我們進到了神的殿 進到了真耶穌教會之後 我們就要能夠如牛一般的來順服 那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得勝如獅子一般進入神的殿 來見神的面 所以若是我們不謙卑的話 沒有辦法在真耶穌教會生存 那為什麼這樣說 是因為我常常會去開拓區 也是對我而言一個警告 那我也來勉勵當地的聖工人員 因為他們許多人是來自於別的教派的 他們甚至是其他教派的一些聖職人員 所以在真耶穌教會裡面 要順服神的權柄 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勉勵他們 當你要來真耶穌教會的話 你就要能夠如牛一般 來順服神的誡命 也就是來順服真耶穌教會所傳的教訓 那我們就能看到 如果他們願意順服於真耶穌教會的教訓的話 他們許多人都是大有能力的 那對於那些不願意順服的 他們最後會傳另外一個福音 那所以在真耶穌教會裡面 我們都要能夠順服神的教訓 這就是如何我們能夠蒙神所保守 我們返回到尤大書 我們來讀第二節 第二節寫道 然後願連續平安慈愛多多的加給你們 那對於一些人來說 這好像只是問安的話 但其實這一切都與我們的救恩相關 那我可以問你們一個問題嗎 那我們是在何時蒙神的連續呢 有人來回答嗎 I want to make it a bit more interactive So you won't fall asleep OK, I'm joking 那我想要與大家互動多一點這樣子 才不會睡著 All right, never mind We turn to 1st Peter 我們來翻到彼得前書 第二章 我們來讀第九和第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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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all you out of darkness We call you out of darkness into His marvelous light 第九節 唯有你們是被拣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節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 那叫你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I guess we all know that this is a quotation from the Old Testament Scriptures 那我們知道這一段話是記載於 是引用舊約聖經裡面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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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來提醒當時的信徒 他們是經歷了怎樣的轉變 如果我們來讀第十節的話 這是彼得所說的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 現在卻做了神的子民 從前未曾蒙連續 現在卻蒙了連續 所以在第十節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神的連續 是改變了當時信徒的意義 那因為他們之前未曾蒙連續 所以他們算不得子民 那現在他們蒙了連續 就做了神的子民 那是什麼時候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呢 我們來翻到提多書 提多書 提多書三章 5節 3.5 提多書三章5節 提多書三章5節 他便救了我們 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 乃是照他的憐 乃是照他的憐憫 藉著重生的喜和聖靈的更新 那首先我們在這裡 就能很清楚地看到 神的連續臨到我們的時候 就是我們進入這重生的過程中 那就是在我們接受了重生的喜 並且得到聖靈之後 我們就得到了神的憐憫 那就是在我們接受了重生的喜 並且得到聖靈之後 我們就得到了神的憐憫 那彼得在彼得前書裡面也很清楚地講了關於這件事情 我們來翻到彼得前書的第一章 我們來讀第三節 彼得前書一章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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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送贊貴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 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重生了我們 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那在這裡提到了憐憫 那在這裡也提到了重生 那在這裡很清楚地我們就知道 當我們蒙神憐憫的時候 就是我們重生的時候 那從提多書三章來看 就是我們經歷了重生的喜和聖靈的更新 那所以一個人若是要聯名的話 就是要能夠得到重生 就是在重生的喜 就是接受洗禮 並且聖靈的更新就是要能夠領受聖靈 那我們返回彼得前書第一章 我們再來讀第三節 那就是藉著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那藉著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和我們接受重生的喜和 接著聖靈的更新有什麼相關聯呢 我們知道當我們接受洗禮的時候 那對於很多基督復 那對於很多基督徒教派 他們只認為這是一個象徵性的 那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認為洗禮是沒有實質性作用的 但是如果我們藉著聖經來看 真約書教會的教訓的話 那根據羅馬書 當我們接受洗禮的時候 我們是藉著洗禮歸入他的死 那我們既然歸入基督的死 我們就與他同埋葬 那這就是我們 比如說埋葬在主耶穌隔壁 而是我們歸入了主耶穌基督的死 就與他埋葬在一起 那這就是為什麼 當我們從水裡上來的時候 就與他的復活有份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知道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復活 與我們的得救有直接的關係 當我們接受洗禮從水裡上來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我們與主耶穌基督同復活了 那我們知道這是確信的 是因為有聖靈的同在 那我們知道這是確信的 是因為有聖靈的同在 每一次我要去和其他人傳福音的時候 那我只能夠傳福音給那些謙卑的人 並且帶著感謝的心來願意聆聽的人 那我帶著一個謙卑的心和一個感謝的心來傳福音 因為我得到了神的憐憫 我知道我是如何的多麼的幸運 我是如何的蒙祝福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想要把我自己所領受的這個福音來傳揚給其他人 就是要傳福音給他們告訴他們 如果他們真的願意接受真耶穌教會的教訓 來相信來接受洗禮的話 就定能夠與主耶穌基督一同復活 那基督的復活和我們領受聖靈又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呢? 那我首先要來提這個章節的前後文 我們知道我們在那個時候的信徒是被受逼迫的 他們是遭逼迫的信徒 那他們是在小亞西亞的猶太人被分散到了各地 所以彼得寫信給他們要來勉勵他們 要告訴他們他們這未來有著活潑的盼望 那如果我們把自己放在他們相同的位置上來思考的話 那我們在未來如果遭受逼迫的話 我們如何能夠有著得救的盼望呢? 如果神的靈不在我們裡面的話 如果聖靈不在我們裡面動工的話 我們好像就不會想太多關於未來的事情 因為在現在我們就面臨各樣的考驗 我們就在被來逼迫 那我們知道主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與領受聖靈是有關聯的 我們來翻到羅馬書 羅馬書的第八章 八章的十一節 羅馬書八章十一節 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 那對於那些真正領受的聖靈知道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 我們沒有人看到主耶穌的復活 那我們如何是能夠真正地堅信這件事情呢? 因為聖靈 那如果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已經復活 那聖經上所記載 關於我們所盼望的事都是真實的 因為在我們心裡我們知道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了 那首先我們要把自己來當作那些當時遭逼迫的信徒來思考 那歷史告訴我們他們許多的人都因信仰的緣故被殺 那他們既然訓道為什麼還如此地持守呢? 因為根據十一節 因為神來使他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因著聖靈的能力 所以如果我們講有關重生的事 那有一些人是說只是在接受洗禮的那一個點 但是如果我們來看彼得前書的話 我們就知道不是這樣的 那主耶穌基督會一直的工作直到我們得著救恩 所以如果我問你什麼時候蒙神所憐憫的話 你已經蒙神所憐憫了嗎? 我們來翻回到尤大叔 我們來看平安 所以在尤大叔在中文裡面翻作是平安 但也可以叫做和平 那我們什麼時候是來得到了來自於神的平安呢? 我們來翻到以福所書 以福所書的第二章 以福所書二章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 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那我們知道在我們來信主耶穌基督之前 我們與神是有一個隔絕的牆 這個隔絕的牆就是罪 那這個牆是人所造的 因為人在神的面前犯罪 我們知道神毀壞了這中間隔絕的牆 那這些願意來相信祂的人 就被接納進入了基督裡 那這就是基督如何的能使兩下成就了和睦 那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在主耶穌基督裡的話 這個平安就沒有辦法領到你 這平安也不是要歸給你的 那我們怎麼樣能夠在基督耶穌裡呢? 今天我們在會堂裡 那我們從門進入到會堂裡 那就像我們接受洗禮的時候 我們是歸入了基督 這就是我們如何能夠在基督裡 那我們既然在基督裡平安就歸到我們身上 那神和我們之前再也沒有冤仇了 因為我們的罪得到了赦免 那我們就能夠很清楚地看見 因為洗禮我們得到了平安 我們翻回到尤大叔 在第二節又提到了愛 我們知道我們的主耶穌如此地愛我們 我們來讀一節經節 我們翻到启示錄 启示錄的第一章 第五節 啟示錄一章五節 第五節 並那誠實做見證地從死裡首先復活 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有恩典平安歸於你們 那祂愛我們用自己的血 使我們脫離了罪惡 我們就能夠理解我們的主耶穌是如此地愛我們 用祂自己的血來洗去我們的罪 那這其實就是祂的愛對於我們最明顯的一處 那這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難道不是在洗禮的時候嗎 那我們在接受洗禮的時候 因為有聖靈的同菜 所以主耶穌基督的血也在來洗去我們的罪 那所以看似猶大是在問他們的安 但其實猶大是在告訴他們他們所接受的這個救恩 那所以這其實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為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我們的救恩的話 我們就不會離開我們的基礎 我們不會移開我們所奠定的基礎來相信另一個福音 In fact, there are many other terms that we can talk about as well like grace, like justification, like reconciliation and conversion 那有很多我們可以說的比如說恩典、稱義、和睦 和睦 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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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改變、轉變 歸正 或者歸正 或者歸正 OK I just want to mention one more 我還想再要來提一個一段的聖經的記載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an encounter that I had in my work 那在我侍奉的時候遇到了這樣一件事情 I met a Christian friend 那我遇到了一個基督徒的朋友 So, you know, we preached to the person You know, we told him about water baptism 那我們給他傳福音告訴他們關於洗禮的教訓 You know, after we have finished preaching And he raised a question 那在我們傳福音結束之後他問了一個問題 I want you to turn to Ephesians 我們來翻到以福所書 Chapter 2 以福所書2章 We read verse 8 第8節 Chapter 2 verse 8 以福所書2章8 For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at not of yourself, it is the gift of God 第8節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第9節 Not of works less anyone should boast 第9節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So, you know, he told us that, you know, baptism is the kind of works 那他就告訴我們在這裡接受洗禮是一個工作,一個行為 We don't rely on work for salvation We rely on the grace of God for salvation 那我們不是依靠我們自己所做的行為來得到救恩 我們救恩是本乎於神的恩典 So, he asked, is that not true? 那他就這樣問我這樣說是對的嗎? We say obviously half is wrong and half is correct 那我當然告訴他一半對一半錯 那因為我們得救是本乎恩,這是記載在聖經裡面的 我們也確實不能與聖經違背 但是如果講到有關洗禮,洗禮雖然是一種行為 但是是因著信所做出來的行為 因為我們是被主耶穌基督所指示要這樣做 那我們也被使徒們所教導要給那些願意相信的人來為他們施洗 那問題就是如何把這兩個來關聯在一起呢? 那根據聖經的記載,當然洗禮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夠違背說我們確實得就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那所以我們就讓他來看第五節 以弗所說二章五節 第五節,當我們死在過範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那所以我們就問這個人 你這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你是如何,什麼時候在本乎恩的情況下得救了呢? 難道不是你死在過範中,但是又與基督一同活過來的時候嗎? 那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就是在洗禮的時候 那所以不論如何的看我們就要能夠回到初始點就是洗禮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非常的感謝神 我們真耶穌教會的教訓是百分之百完全合乎聖經的 那所以我們要對於教會的基本教義有信心 那當你對這些教義充滿信心的時候 神就會賜予你更多的領悟 那我們想要相信耶穌,我們如何能相信耶穌呢? 那我們要相信祂所賜給予教會的教義 這樣我們就能夠來了解更多關於祂的事情 我們明天再見